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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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聊的问题 叫做宣和简 宣性的东西 简性的东西 在法学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 或者你以为这个这么简单 这么幼稚的问题 我学校的时候都学过了 我想跟大家提出来 但是你觉得好像很简单的问题 其实可能很复杂 原因很简单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人在推销 一会儿去买酸的东西给你 一会儿去买简的东西给你 竟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工厂 制造一些仪器也好 或者是用电器也好 令到把水分解出来 一个酸性的水 一个简性的水 从而呢 就跟着呢 就告诉你 这个简性的水呢 它对生意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问题呢 比较敏感 也涉及了很多人的收入 所以呢 这个 我也再重申一次 告诉各位 这个呢 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意见 my opinion ok 我希望各位 大家从这个心态 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好吗 首先 何为酸 何为简 所谓酸性的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个相较的东西 但首先 我们要将生命之源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传递的消息给大家听呢 就是 水 水是什么呢 H2O 一个氧气 两粒氢气 它们真实的状态呢 除了在绝对零度的时候 ok absolute zero 绝对零度的呢 水呢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高动态的分子来的 它整个分子呢 在那里转 前推后涌 你可以想到一群幼稚园小朋友 是极度兴奋 玩游戏的时候 在室内的东撞西扯的情况 这个就是 water molecule 水的动态 有时呢 它这个氧气和氢气之间呢 它有一个震荡 在一定的震荡程度之后呢 它会脱軌的 那么呢 就造成了一个氢气呢 是没有了电子 变成H 正 正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做 宣性的 宣性的基础了 好了 那么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可能性呢 probability 可能性有多高呢 就是每 有一粒 这些分子 是一 十个million 就是一千万里面呢 有一份 这些可能性 那么 所以水呢 是这个 当我们研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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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氢气 H plus 它的浓度的时候呢 中和的水 叫做七 因为它代表了 千万分 千八万分之一 就是一千万分之一 的浓度 所以呢 就是 这个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呢 所有宇宙间 所谓酸的东西 都是用 以水为基础来说呢 都是由 所以 从0到7 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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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性 7到14呢 为之 简性 这是一个 測量 这个氧气 不能得 britain 这个H plus 的一个方法 和一个 基本的 计算方法 也可以 计算得出 那么 酸性和 简性呢 它本身的 性质 大家在讀中学也好 对现在在读书的小朋友也好 都会看到的 它的性质是非常之 直接 和了当的 那这些呢 在野菜 我将野菜 剁碎了它用煮沸水 浸浸浸浸出这些 紫色的营养料 顺便告诉大家 这个营养料非常非常 非常之健康 而且是有抗氧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作为一个厨师 是简简单单 煮两餐不简单 其实呢 用冻水浸一浸 会产生很多浓缩的 抗氧化碼在里面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用它们做一个 酸简中和的 这里面呢 基本上是中和的水 所以呢 它产生了紫色 那 我呢 就 给大家看看它的真正的颜色 万一你以为 你不清楚 看到不 是紫色的 好 那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就用一些 煎粉粉 加进去 简性的嘛 做蛋糕的人啊 在家煮菜的人 你都加一些 简性 立刻变了颜色 那 我很明显 很容易 那我告诉大家 它的色彩 是变了的 看到没有 刚才是紫色 而现在是蓝色 酸简性 酸性 和简性的 这个 这个 性质 是完全不同 你客气的 它会立刻 会发生的事 那 那 刚才我表现了 它的中和性 中和的时候 是这个 颜色 那 如果是 我将它加 酸性的东西 之后 是什么呢 这个是醋酸 来的 加进去之下 你可以在肉眼 可以看到 它的范围 只要它所到之处 它反应 是马上的 它变得红色 这个水 是非常健康的 对身体 OK 不过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 我只是说 结论就是 宣简中和 是 马上 完全不跟你客气的一个过程来的 了解到这一点 我也想提醒大家 人类在世间上 存在到今时 是由生命的开始到现在 在科学的立场上来说 是低过于 4个百亿年 4亿年 4百亿年 在这么漫长的岁月的 进化之中 我们的身体 OK 其实 所有的细胞 和一个最基层的 单细胞动物 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不要以为人类真的这么高等 在化学里面 NO 譬如有很多低聚基层的动物 它们一样是有胰岛素的 人类也要靠胰岛素 这是一个话题 那么 酸减问题 那你的细胞对身体 是否可以任意它去做 不是的 是一个控制非常之强的 你身体的pH 即它的 那个hydrogen 那个氢气的分解度 H正 OK 那么它的浓度正常是什么呢 我们是用pH力量 pH是7.4 就是今天的名次大家记住 pH is equal to 7.4 那么 这个就是代表了一个正常的身体 如果你8.5 或者6.0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你已经是一个dead body 死了 是这么敏感的 7.4 上上下 根据时间身体能 运动角色各种环境 它有少少轻微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是绝对受控制的范围 所以不要以为你去除了喝的东西 就会将你的身体变得简性 或者变得酸性 你倒不如说 我吃了某东西 是令到我的身体 在营养方面得到什么补充 为之更加恰当 另外有些 现在在市面上 又买了一些机器 将你分入电解水 有些是简性的 有些是酸性的 那这些简性的水 喝了下去 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看到的 酸减反应 是完全不和你客气的 那你的胃呢 在平时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它的酸性是3.5 左右 3 很少说低过我的数字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你胃的细胞表面 就会产生了很强烈的酸性的东西 然后才拿 将肉 菜的东西拿着它 从而身体的protease 有一种酵素 就可以将它从分子方面 将它分解 从而令到身体能够对它吸收 所以一般来说 它既 当你的 这种酸产生的时候 它的强度是到达什么程度呢 它的强度是会到达1.5 就是有 几 几 一百万倍 那么浓 比普通的 浓度 就是酸酸的强度 你喝下的简性水 对身体来说 是完全没什么意义的 而且它的反应是必然即刻的 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说 我这种水 它的分子特别有什么组织 这个组织呢 因为有些水的分子 它能够特别有些微粒 而令到你吸收更加好 是不知所为 反而 你喝水 你的水本身 是有很多矿物质的 这个矿物质本身也是你想需要的矿物质 不是所有的水都是好的 不是所有的矿泉水都是好的 所以不要以为我听到矿泉水 就说它是好 No OK 你要经过渗思 所以投资的钱 你去买机器 我奉劝各位 你倒不如去买一个 买一瓶更好的水 来喝 而不是它的酸性和减性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跟大家提一下的 就是比如一个柠檬 柠檬大家都知道是很酸的 广东话给你吃柠檬 你会酸酸的 这个只是因为它的acetic acid 我这里有些acetic acid OK 又臭又酸 OK 纹针都刺鼻的 大家都记住 OK 但是那个柠檬你吃下去之后 你身体会对它进行吸收 分解 最后呢 入了你的身体的营养料 OK 它里面有很多电解质 这些电解质 基本上是有些简性的性质 因为它可能有比较多的 potassium 此与此类 所以这些就称为简性 那我就愿意讽计大家 记得多吃些蔬菜 这一类的东西 它不是因为它本身是 不是因为酸碱的问题 是因为营养料的问题 当然你的细胞 在这里是一个工厂一样 不停地去制造蛋白质 令到我们身体能够健康 任何一个细胞 正如一个低等动物一样 它也都在吸收周边的环境 吸收它的营养 它没有水没有营养 它当然不行了 你改了它的BH 它就死了 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所以我们的工作 就是比于身体的细胞 有充分适当的营养 在它的循环之中 而得到补偿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观念 有了这个 对法学上能够 告诉大家的基本观念 就是酸碱中和 是完全不跟你下气 而酸碱中和 在身体里面 不是你要做的 是四亿年的 这个进化 令到我们自己对它有所控制 所以你不要随便说 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的身体 简性的、酸性的 你只能令到你的身体 吸收的情况是怎样 你的营养、供应情况是怎样 比较恰当些 所以就此 告诉大家 慎之 慎之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